比较喜欢收集什么吗 因为你看像佳琪喜欢娃娃 陈芸汐说她喜欢乐高 你喜欢什么呢 收集金牌算是一个 哇 11.6公斤 这是中国跳水运动员 施廷茂历次大赛奖牌的总重量 在本届奥运会后 她的收藏里还多出了两枚奥运金牌 中国跳水梦之队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共斩获了七金五银 如今已凯旋 正在进行隔离观察 施廷茂说 隔离期间 她除了做一些恢复性运动 也常跟朋友聊天 分享近年的经历和感受 因为疫情关系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去年是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 就是完全是跟外界有一个 接触不了的那种环境 所以说当时 就是整个人都会非常的不适应 首先从情绪上面 再从心理身体上面 都会有各方面的不适应 然后外加奥运会有延期 所以整个人是处于一种 真的就是人生中的黑暗吧 我觉得算是比较黑暗的一个阶段 然后呢 就那段时间就是会很痛苦 每天是 每天很痛苦 然后 然后每天还要训练 然后你还要 在队里起到一个带国的作用 所以就是整个人 状态都会非常的差 然后也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找到努力的目标 但是 但是还是很 很幸运吧 周围有 队员啊 教练 还有领导吧 陪在身边 施廷茂说 他在这段时间 做了很多思考 关于为什么要跳水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在思考中慢慢沉淀 慢慢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 也少不了团队的陪伴 其实我觉得团队的力量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跳舞队非常团结 从上到下 从领导到教练 还有到队员 真的都非常团结 每天训练的整个氛围 首先是非常好的 然后 其次就是 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加油 施廷茂认为 跳水梦之队 之所以能够有出色表现 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以及把压力化为动力的信念 他坦言 在日常训练中 梦之队也常常会炸鱼 其实你们看到的 我的比赛的水平 可能会 大家会觉得很高 但是其实在训练过程当中 每一天其实并没有 这样的现象出现 可能就会是 我们口中的 就像大家口中的说炸鱼一样 其实因为每天系统的训练 你的精神跟你的身体 会有一些吃不消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保持系统训练 保护好自己的伤病 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及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感受 施廷茂说 成功拿下金牌 他感到身心轻松 压抑许久的情绪 得到了释放 他的偶像正是以 国际游泳联合会 跳水技术委员会成员身份 出席本届奥运会的郭晶晶 当他夺冠时 也第一时间收获了 来自偶像的祝福 他就说就是很不容易 很棒 因为我们跳之前 在后台后场的时候 因为他是后台裁判 然后跳之前 他也是给我们很大的 给我跟王海 我会想说 会像他们一样 即便是如果往后有一天 可能不做运动员的身份了 也希望还是在为这个项目 能够做一些事情 施廷茂说 目前他的小目标 是先比好全运会 除了比赛之外 他希望等自己有时间了 可以去旅行 发现世界的美好 我想去看极光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 也是很想去完成的 人生清单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感谢观看